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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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我們就開始來講 CAMP 3231 操作系統 這門課的公開課 或者會員課 今天我們在開始之前 先介紹一下這一套課程 主要會講一些什麼內容 就是 本套課程主要講的內容 有兩大塊 第一塊是 這個 第一塊是 操作系統 OS這門課 3231這門課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這是 CAMP 3231 或者說9 開始為一個代碼的公開課 所以說 Extendal lecture內容 我們這一套課程 都完全不會提到 至於如果是學 EOS CAMP 3891 這個朋友 既然有種 CAMP 3891 那就給我 靠自己的水平 學問 學問他 然後第二個部分 就是 這場課程中 我們還會涉及到 他這個tutorial裡面的題目的一些講解 這個原因主要後面我們會細講 但主要還是因為會考 九州裡面的題目的話 跟考試提琴 有一定的提琴比較像 雖然內容 內容相似度就那樣 然後另外 就這一套 CAMP 3231 跟其他公開課 有 這一個公開課 跟其他的課 包括我 同樣 這學期我來負責教的CAMP 3421 也是一樣 就是 這套CAMP 3231 的這個公開課 它跟其他公開課的主要區別就是 這一套公開課 它這邊 正是會附加一些 額外的題目的講解 就這些題目 一部分是我收集而來的 一部分是我自己編的 就這部的額外題目了解的 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大家可以 對這個知識點 有得更深理解 同時也希望可以 大家就是可以 應付他的那個 考試中的那種 判斷題 這種特殊題型 這個 它這個欺負考試的 題型方面 以及為什麼我要做 這個設置方面 我等等會跟大家講 講一下 就是 總之這個考試 它這個方面 是特別特別的坑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就 那接下來我再做一個 自我介紹 我叫阿琳 然後 看部3891的話 這門課我的排名是13名 3891的話 然後 具體為什麼我會落到只有13名這個程度的話 後面 你們 你們就知道了 然後 我的話 在做這個 在G1X 有做Tutor 給他補習也做了三年了 一開始是給那些 裕科的學生做他們那個數學電腦 然後 化學之類的 然後 後來就去教那個本科的那一系列課程 然後現在就在加南這邊做一個 本科以及 研究生課程的那些高級學習修課的一個講解 然後 最後 我是大友 歡迎大家來找我聊光美 雖然我準備看新鮮內 今天更新鮮內 OK 然後 再說一下這一門課程 它的那一些 基本的東西 就 基本的一些 東西啊 首先 它有40分是這個 classmark 其實就是assignment 分數 然後 這下的50分 則是考試的分數 然後 它這個最終的結算的算法的話呢 它是那個 它有一個很奇葩的公式啊 那個公式 你們 自己看一下 但總之 它是一個有 double pass 所以說兩個科至少 考試以及classmark 至少都要拿到50%以下才可以 然後 它這個 一共有三個assignment 除去那個 完全就是送的assignment 0以外 然後 然後剩下的assignment 1 assignment 2 assignment 3 一共三個 然後其中assignment 1 是單人的 這個assignment是關於那個 concureancy的 就是併發編成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裡面 這個請請大家 可能離兩個小時 一個小時左右 完全做完 然後 assignment 2 跟assignment 3 這兩個assignment 就是要主規的assignment 然後 這個 這門課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 你如果提早一週交作業的話 它會給你一個10%的一個加分獎 這個目的是為了讓大家可以盡可能早的開始 以及 以及希望可以降低一些CSE服務器在那個高分時期的負載 然後 除此之外 它還有一個external part external part 就是高難度的部分 它這個 在external part裡面 得到的分數呢 可以拿來補充 你assignment 所丟的分數 或者 就是 這個 的mark 它是不能拿去補別的地方的分數 它不是在主屏上面補啊 或者說補你 可以拿去補 exignment 分數 都不可以的 然後 並且 external part assignment 的分數 包括那個 提早 提早 一週交作業的那個10%的加成 這兩個的分數加成呢 它們的上限是10分 並且 這個補分和上限也不能超過classmark的40分 所以說就是 你做external assignment的主要目的其實就是去補別的assignment 其他地方丟的分 或者就拿來純粹你刷的數據 數據刷的好看一點 土一樂 我當時是差不多 就冒土一樂的心態上去做了一堆那個事情 把那個external assignment都拿去做掉 總之還是蠻爽的 所以說 還是蠻爽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說一下大家可能比較關心的一個問題 既然你們都來聽這個課 那麼 說明你們其實就是希望 希望知道一下到底 聽這個課的主要目的就是把 想把這門課學好是吧 至少多追求學好也是至少要求過對吧 所以說那 至於如何學好這門課程呢 我們先來說先提一個問題 先來說一個基本的設定的問題 就是他首先這個assignment 後面兩個assignment 像我剛剛講的一樣 這些assignment 他是雙人組隊的 雙人組隊的 雙人組隊的 但是比較 但是現實是 你一般來說 你一般來說 你要找到一個好的隊友 一般來說 你能看到的 如果你沒有提早找到隊友 就是沒有熟人一起去組隊的話 如果你是在學校 他這個學校放馬 他上校未來會發一個 就是那個求主隊的一個 那個討論版 你可以上去發那個 就相當於招募版一樣 你可以在上面發那個招募帖 或者去跟別人去談 或者你要不要去組隊 然而這就會導致一個很麻煩的問題 就是首先呢 因為來說學得好的人 他們一般呢 因為學得好 所以說一般來說 就是個性開展呢 學得比較好 然後那這種人呢 一般來說就可以 也會認識很多 學得同樣好的人 對吧 然後他們往往就會一起組隊 提交一起組隊去上課 那這就會導致一個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如果你去那個賞盤 你去隨便組隊的話 往往來說 你一眼看過去 會來去找你組隊的 一般都是剩下來的 臭魚大蝦啦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大家千萬要記得 就是打怕你自己水平不錯 然而你自己如果去 水平還可以吧 就是但是問題是 你如果去組隊法上面找的話 你16-86是會被坑的 其次就算你的隊友看起來很會打 就是如果你不熟悉的話 就算你隊友看起來很會打 比如說他分數 總是多分啊這種 當然問題是 一般來說 你就算遇到這種情況下 你不要對你隊友的水平 做什麼期待啊 絕對不要啊 就算你隊友分數很高 你也不要覺得他的水平就好啊 這個 我這個曾經就是會說 就是 哎哎 你在提交你的 交作業之前 你在交作業之前啊 你永遠不知道你的隊友 到底是 他是可以當挑一切 還是說他連一個寫個test 寫個測試 測試用力都不會寫 所以說大家組隊還是找熟人比較好啊 千萬不要低估你上台的時候 你隊友的下限 所以說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因為啊 這個assignment 它是有 之前有講到 它是有那個10%的加分的字吧 所以說 就是如果 大家其實就是如果提早 提早交的話 就提早開始做 然後提早提交 哪怕你完成度不夠 可能拉不到嘛 但是你提早交的話 拉個10%的加分還是比較划算 你拉個10%的加分 再把那個extend part的一些比較簡單的部分給他做掉 這樣子的話 拉分是比較容易的 當然這個是策略上的 這個是在策略這種比較高層面的這樣講話 但是實際情況就是另一個回事了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就是關於如何尋好這門課程的具體部分的話 是不是會兩個啊 第一個呢 是那個 那我回一個那個 群裡的消息啊 所以說 如果 我這個等我講的這個 你通過這個學習的計畫 它有分兩種啊 第一種就是你 三種要怎麼接 第二個是你考試要成功的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具體的看一下 這個assignment 是要怎麼個寫法 首先這個assignment2和assignment3的編成量 我當時是包括我寫的extended part 我個人是可以在四五天之內用權力可以把他們寫完 然後這裡說的權力呢 是指的那個 從早到晚寫到 就是不做別的事情 這個權力寫 那如果你自己電腦編成環境 你配得比較好的話呢 你全力花一兩天時間 是可以搞定 extended part 以外的所有的部分的 應該是夠的吧 是的 你沒有看錯啊 就是這個assignment呢 它是會自己配置環境的 是要你自己配置環境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在你自己的電腦上面 把環境配置好的話 那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啊 就是說 你只能去學校的 你這個代碼 可能你可以在你自己的電腦上面寫 但是你這個代碼 你要拷貝到學校的lab上面去 lab的cse的經濟上面才能跑 這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這就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啊 然後 所以說就是 我開始是 為什麼會搞這麼久 就是因為我直到最後都沒搞 到底叫什麼 在我那種windows的記憶板上面 把那個環境配好 所以我只好就是 每次都是電腦寫完 然後再搞成lab上面 這個就搞得非常非常地麻 然後 所以說就是 還有一個問題 也就是 這個assignment 因為它要看的代碼 它這個除了你寫代碼以外 看代碼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式 也就是 它這個代碼 它這個看代碼 看的量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說 這個就會導致就是 你如果只是用那個 文本的電腦器 像是這個nodepad 就是用nodepad來寫的話 就會導致就是 體驗會非常差 如果你會用那個IBE的話 是可以極大幅度提高 你的變成體驗的 比方說 學校電腦上面有的 那種official studio 然後 我並不會用 所以說 說多東西之內 所以大家其實就 不要把我 對這個時間的估計 就是 看得太過認真 不要對這個時間的 不要太對 對我這個估計 時間做得太過認真 你想啊 就是一方面 我不會用IBE 我不會用那些 debub的工具 像是GTV 之類的 所以說這個會可能導致 我這個時間正常的寫的話 會比這個時間寫得快 另一方面 雖然我這個水平是一般 雖然我這個水平是一般 但是 我姑且也是這個寫高長度 搞 高長度看壓 搞代碼背課 搞了以前 讀那個151 1521 2521 他們做這些課 因為你想 做古時間換 你這個 assignment之前 肯定要自己打電 然後成天講課對吧 我初期也是做這種高強度看壓的工作 搞了一兩年 所以說 我這個C語言 我這個C語言水平也還是可以的 所以就是這個代碼時間 大家還是要量力而行 能跟隊友分枯寫 那是最好 當然 有些大部分情況下 就是如果你隊友跟水平 你的隊友的同步率不好的話 這個分枯 往往會把你這個體驗還搞得更差 所以說如果你的隊友不行的話 請及時放棄放假 然後選擇 放棄放假 放假 選擇去單說 那接下來再說一下 這個關於debug的問題 從我個人看來 就是因為這個assignment 他會出了bug 他都很難debug的 就是 比方說concurency的問題 你直接pre.f 會全部亂掉 涉及到concurency 那個pre.f 都會直接亂掉 然後 它這個是有一個教程 是GDB的教程 GDB的教程 GDB的教程 你如果會用GDB 那是很好的 但是 它有提供的debug工具 但是如果你不會用GDB的話 因為GDB這種debug工具 它的學習成本實在太高了 所以這邊很不建議你想去學 建議大家老老實的就pre.f 然後 因為作業 它也有寫test的要求 如果大家對這種開發模式 比較熟悉的話 其實可以考慮用這種test-driven development TDD 測試驅動 面向測試編程來進行開發 比方說你們可以這麼做 就是一個人寫test 一個人寫 一個人寫 一個人寫那個 寫代碼 你這樣子可以保證寫的代碼 那個 就不要強的那個人寫代碼 比較弱的一個人寫test 這樣可以導致你這個assignment 搞得越快越好 當然 實現實情況是 這個代碼寫得比較差人 他們寫成test 往往也不是毛有沒有的 這是一個很殘酷的現實 所以說 大家請多保重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寫不怕 從根源上面 不必杜絕 會發現這些問題的可能性 接下來再來說一下考試 這個考試 它是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叫做判斷題 然後另一個部分叫做檢答題 那關於檢答題 它比較坑的問題 是一部分題目 如果你解釋的比較複雜的話 會被扣分 然後我當時考試的話 是在考試中除了回答答題 打簡單題 因為這個原因解釋太複雜 被扣了兩分以外 然後我在其他部分 總共只扣了0.5分 就是檢答題 排開這個 我知道我自己打得很 我不知道 因為我音樂很差 所以我知道我一定會丟了兩分以外 其他部分我是只丟了0.5分的 那為什麼我最後 包括assignment 我也是全部分數得到 那為什麼我就排名只有13名呢 很簡單 雖然這個選擇題 其實這個剪輯題題目 提醒類似於tetorial裡面的問題 所以說是可以 你把lecture背下來 tetorial題目 全部背下來的話 你是可以完全 不會出任何參數的 像我這樣子 但是它的判斷題 它只能答錯 答錯會倒錯一分 這又很坑了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是 它的考的內容 其實跟你這個 平時學的東西 有很大一部分題目 它的這個內容 跟平時學的東西 問題是完全不相干的 就是内容极为天马行风 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判断题 它的很多题目 甚至不是考虑考试的题目 不是考虑上课教的东西 它是考虑你用电脑的 常识这种东西 比方说你那个Windows的超级用户 它的权限有多少 它能不能有内核它的权限 这种可能还好 这种还是能打的 它考了非常多一种常识题 然后像我这种比较 抓牛角尖的人 因为背的东西太多 所以华为抓牛角尖就非常难打 所以说我反而是在判断题上面 扣了非常多分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我这次这个里面 我是要这门课程里面 我是要额外增加 就是对额外增加一些额外题目 额外题的讲解 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准备 这个判断题的考试 那行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 这个对不对 还有就是日常的话 日常对考试的 日常想要学好这门课程 要做的是你自己 GT Lecture 看 Textbook 就是这门课 它的课程本身 它这个课程 它的那个lecture的质量是 因为按照代表 你们的课程的数一数二的 所以它讲的是很好了 然后它的那个 Textbook 它有诸文中译版 它是有中译版的 然后它编排的是 比国内一些别的教科书 编排的好一些的 而虽然出带一些 OS的教科书 就算是国内的 它们决排也挺不错的 然后另外你在备考的时候 就备lecture里面出现重点 然后备曲头里面的答案 不说你就算不理解它们 能备下来的话 你考过是没问题的 然后还有就是 如果能做的话 几点你叫自己去做 结合里面 因为你自己做一遍 然后去找了问一下的话 能够记忆的可以 对知识点概念的记忆 可以比其他情况老很多 当然为了 然后关于判断题的准备的话 就是七波桃的时候 它的那个判断题的题户 它只有那个 我记得五十道左右 薛学 一共加起来就五十道 里面还有很多重复的题目 并且考试的东西 考的东西跟他们 跟他们的判断题 跟他们的题户里面 题户里面的东西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问题问题 只是针对他判断题 提供记忆复习习的话 就会出现一个 严重的过理和现象 就是overfitting 这是一个机器学习经的概念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所以说我这个事业的课程 中间也会附上一些普通题 方便大家对判断题 可能考一些补习的知识点 作为一个学习了解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 这个正式的上课内容 我们现在对操作系统 做一个大概的介绍 操作系统 我们先来做一下操作系统的作用 这个在上课的主动 老师他是跟你讲的 这个操作系统的作用 主要有两点 那这边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这个Law 0 就是OAS is an interface between user and hardware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深入观的意思就是说 操作系统 operator system 它是处于 user 用户 以及这个 HC的PC的硬件之间 偶尔是起到一个 纯上启下的角色 这样的用户就可以通过 用户来使用 你的计算议件系统 或者说用户在 OS的帮助下 就可以方便可靠的 操作硬件和运行程序 否则那你就要像 那个二十五十年前的人一样 在纸袋上面打孔 再运到机器 再等机器 通过打孔的精神 把它输出出来 这样多不方便啊 是吧 你最近你只不想 你总是用那个 汇编语言 这种汇编语言 或者说机器码 来对 来操作这个意见 对不对 然后 这是我这个额外补充的 一个肉铃 这个不是这个考核 但是大家可以作为 一个了解 知道一下 如果你们回去 我考研的话 那这一条 如果你们要回国考研的话 那这一条也是在 它那个考核里面的 就是在回国 国内的话操作系统 是有三个作用的 在这边的话 这只条两个 那行 那我们现在来开始讲 上课 他教的那些内容 就是上课教的这两个作用 第一点 操作系统是对 这个计算机支援的 一个抽象 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一个完全没有 软件的计算机系统 来说了 它给用户提供的 只是硬件上的接口 也就是物理接口 所以说用户 如果想使用的话 那你就要对这个硬件 接口的实现细节 有出费的了解 打个比方说 你如果想要上网的话 那你就要对这个 你这个创口怎么编码 你要对你的PCB UDP 甚至你的路由机的协议 底层通讯协议 都要有一个很细致的了解 你才可以 你才可以上网去网上充烂 对吧 但是如果你有操作系统的话 那你就可以使用操作系统 上面的这些硬件 这些硬件就实现 对这些底层接口的 一个抽象的一个分装 这样你就可以在电脑上面 有网上用各种各样的应用软件 来在网络上进行一个网上充烂 所以说为了方便使用设备呢 人们就会在这个系统上面 固盖上一些 安卓上一些设备的一些基础们 基本的驱动软件 管理软件 来实现操作 再往上一层 那这个设备又被抽象成了 一些数据结构 一个Buffer Space 缓冲空间 这样子的话 操作系统就可以直接通过 在网络空间这一个非常广泛的 一个通用的抽象形式 来操作Io设备 来实现对操作 这些细节操作 再往上一层 那些应用层的程序 就通过操作系统 提供了这些再分装一次的接口 再来提供一个很方便 我们能使用的一个GY Graphic Interface 这样子我们用户就可以通过 就会很方便使用 而不是说操作一些代码 而操作系统起到作用 就是把底层的机器 提供一个上对上层的抽象 并且它把这个细节给隐藏起来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实现那些通用性强的软件 好 说到第一个作用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 这个操作系统的第二个作用 操作系统 它另外一个关键作用 就是起到一个对硬件支援的管理 什么意思呢 在继续玩具系统之中 往往都是有多种硬件以及软件的支援 我们可以把它们大致的归纳一下的话 就是有那个处理系 就是计算支援 存储支援 外设支援 外部设备支援 以及像是文件以及程序这类的 印划站的数据支援 这些支援的话呢 在未来都会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讲 所以说不是播报 只是使用味道 而相应的 OA是它的一个很大部分夫人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门课 他未来都把这些东西都学了一遍的 但是因为操作系统的主要 工程之一就是对这些支援 进行有效的管理 同时他也需要保 他也需要保证 他要保证什么呢 既然他要管理 那就需要保证 运行在操作系统上的程序 可以对这些支援进行有效的使用 什么意思呢 首先 no starvation 就是不能有任何一个程序 永远拿不到支援 需要注意的是 这边出现这个叫做starvation的概念 在接下来的话 包括这个进程并发 以及后面一些文件处理系统书 它都会被很经常的使用到 starvation的意思就是 有一些程序 它永远拿不到 这个 它永远拿不到他想要的支援 那这种情况一般来说都是因为 就像大家去吃饭 大家都排在队去吃饭 你排在后面 前面一个人打完饭了 但是又有人在一直插队 这样子如果你不去 你不也去插队的话 那你只是导导师排队的话 就会导致 你等他们前面的人去插队的话 就会导致 你饭都没了 就是支援都没了 你还没吃到饭 进程都没分配要支援 这就会导致一个饥饿的现象 然后第二点就是 你操作系统要能保证这些应用的程序 他们可以有一个进行 他们要能够成功运行下去 怎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不能卡死在那边 所以说这是现在 你们年轻人可能 你们这些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了 可能用Windows 10 它那个提稳定 或者用那个苹果系统 挺稳定的 但是在以前那个 StraVino 98 Vino FB的时代 这个难民使机 或者系统崩溃 可能是加长变化 所以操作系统的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要保证这个程序 可以计算任务可以进行下去 其三的话 它对支援的分配 也是要与其他计算的 这些已经需要的策略来进行 它不能就是随意的分配 不然会出现StraVision的问题 不然就会出现机会的问题 那接下来它在这边提出的这些策略 我们这边先不讲 后面都会学到的 后面一部分会学到的 总之操作系统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这两个 对底层硬件的一个抽象 以及对计算机资源的一个管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这个操作系统是其他特性 这个操作系统呢 它是一个私有的系统 什么意思呢 就是操作系统 它需要保证就是 它要保证就是你上层 运行的各种应用程序 他们都必须经过操作系统的管理 再来进行通讯 再来进行控制 再来进行操作 它不能就是越过操作系统 这一层 来进行管理 来进行操作 否则的话 那这个那事也就闹大了 这意味着你的这些私有的信息 都会被那些 这些独粮的网线产商 被无洋黑客给所有的使用 当然就算交给操作系统 也就是不能换心事吧 毕竟你想 那个 号称那个什么保护用户隐私的苹果 它实际上都在这个私下 把用户上床的信息 拿去做了一个图像分析 拿去做了一些图像检查汉 拿着什么搞什么保护额 所以说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啦 但是总之我们要记住 就是说实在操作系统 应该按理来说是私有的 按理来说它得是安全的 但是实际上的话 现实是就是你这些程序 你还是可以找到操作系统的各种BUT 来越过操作系统的管理 包括比如说你那些管理员权限之类的 所以说现在就是他们那些操作系统厂商 像是微软他们就会用于去亏出 这些分补漏洞的一些补丁 那这些补丁虽然他们分了漏洞 像是英特尔他们之前也去分了一个 那个超线权漏洞 这些补丁虽然可以增加安全性 但是他们就会补丁越多 那电脑的效率就越慢 尤其是现在他们那些阿商程序员 还搞那个什么讯杰开发 现在这个电脑的运气是越来越差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 这个操作系统的功能是要私有的 用户但你来说不能把它败差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就是在操作系统上运行程序 一般来说是个什么样子 一般来说你是可以把操作系统 它分为两个部分 User Mode 和 Kernel Mode User Mode 是用户态 用户态就是用户所运行的程序 而 Kernel Mode 则是内核态 就是操作系统内核 而操作系统它本身就是运行在内核态的 所以说它具有对这个计算机的一个完整的控制权 同时它这些它也就可以在这个计算机底层 对我们主板上的各种设备 各种外设进行的操作 而用户态的程序 则必须要通过 如果它想要使用这些设备的话 则必须通过和 OOS 的一个交流来进行 顺带一提 我前面发现想起来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操作系统它是一个私有的 对吧 所以说最精简的 如果你想要完全完整 保证这个操作系统不出任何办法 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把操作系统的所有设定都给去除掉 像是华为的这种鸿门 华为的鸿门是什么 HOMO 系统 就是一个微内核操作系统 它所做的就是它只 写写了一个就是 纸系统跟纸系统之间的一个通讯方式 也就是说操作系统 它本身是提供这么一个通讯方式 这样子就可以在 如果这个系统很小 就可以通过虚实化验证的方式 来实现 这个操作系统是百分之百稳定 百分之百没bub 同样因为 Estivel的那个 核诗科合作的那个实验室 他们开放了那个CL4 S12-4这个系统 同样也是基于这种 一个通讯协议的一个 那个微内核系统 所以说这个操作系统 它核心的一个私有化 其实是一个非常根本 非常深刻的一个概念 非常有意思 那我们回到这边 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用户的这个模式 用户态的话 这些应用程序 它们的用户特权是比较低的 它只能执行特定的指令 访问特定计刃器以及存留区 当然它到底访问哪些计刃器 哪些存留区呢 我们未来就讲到虚拟内存 那一块就会学到了 一般情况下 大部分的用户进程 都只能占用户态自己 进行 说再来一提 这个用户态 它有了别的这种态 这个成统 会出现 再来说一下 这个Canel Mode 这就是内核态的实际 内核态 它拥有比较高的特权 它因为是在 操作系统的核心部分 所以它就可以执行 一些指令 把握一些的存储器 以及计算器 以及存储器 那操作系统的应用 应用和操作系统之间 要怎么通讯呢 它们之间的通讯 是要通过这个System Call 来进行的 也就是系统调用 用户跟程序 进行组织交易 就是用户Mod 跟UserMod 跟CanelMod 之间的交互 是要通过System Call 但是 用户的程序 和系统的内核 它们之间主动交互 就不是 它不能直接通过System Call 来进行交互 那它们到底怎么交互呢 用户程序跟系统内核 和它们之间的交互 是通过调用 操作系统里头的函数 来进行的 也就是System Library 系统库 来进行的 比方说像是 Unixy系统的 UniStandard unist.h 就是一个系统 系统库 或者说像是 Windows里面的 Windows.h 也是一个系统库 然后 再通过 然后 如果你调用了 这个 系统库里面的函数的话 有些系统库里面的函数 它们其实是 这个UserLevel的函数 就是用户籍函数 这些函数 它们执行的功能 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功能 它不需要就是 进入KernelMod 来进行 来使用这些功能 但是某些函数 则会再次易调用 这个System Call 来进行内核态 比方说像是 这个 Mannock这种函数 它就是一个 用户籍函数 但是底层的话 我这些是 底层的话 则有别的 分配内容的函数 所以大家要记住 有一点就是 大家要注意的是 不过所有的系统函数 它都是System Call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系统内核 系统函数 函数是一个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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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数是一坨降狐 那这一坨降狐 它到底有多乱呢 我们再开始写 assignment 就明白了 说它是一团降狐 其实都是裁局 它这个assignment 的code 它是一共就两万行代码 你这个读起来的 简直跟吃的屎一样难受 一般来说 没什么人会真的有办法 就好好把这个代码结果看过一点 就是基本上只能处于 我们编程也都是处于那个 闷逼的状态 所以说 很麻烦 很赞 所以大家还是最好还是要早点开启 谢谢 那接下来的话 就进入到这门课 独有的一个补充题的环节了 因为这门课 它叛到其出题的路子 是一场非常的演义的 有非常多涉及到 就是这个生活长期 或者说用计算机的一个长期的情况 比如说你在这个Windows的权限啊 这种 你就问你从小资能穿过系统 这整的很久 我的回答上来 起码问一下 他会问一些很多文章 就明显抽干的问题 那些词都没看过 只能靠那个感觉来回答 所以说我这门课呢 它特别安排一个 这个补充体验环节 就是目的就是让大家 可以更好准备这个判断体验考试 那关于我们这个补充体验答案呢 以及关于普通一些讲解 我们会在下一周的课程中公开 发现大家现在做完之后 或者下周提案 再来对答案 尽体验 那行 第一题 判断题 用户在成绩设计的过程中 可以通过系统调用 来获得操作系统 来做操作系统的服务 请大家详细对操作系统的两个特点 请大家详细对操作系统的两个特点 进行一下解释 第二题 请大家减触一下 这个用户态 user mode 和内核态 color mode 它们之间的区别 好 大家回去了可以自己思考 或者在这个区调里面讨论一下 那我们现在就先继续往下讲 还是讲今天的第二个部分 也就是进程与现成 进程与现成 首先 为什么要有进程呢 为什么要进程 因为进程 我们设计的进程 这个东西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要并发执行程序 就是如果你没有进程 这个概念的话 你当你在一台电脑上面 你当天的程序运行一半 如果你想要再运行另一个程序的话 你可以再运行一下另一个程序 然后你行的程序 程序B 就是说我原来在运行A 你突然想要运行程序B 你A运行的一半 行暂停 然后你B运行 然后你B运行完了 那你再开始继续运行A 那这时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问题来了 你这个进程A 你进程A 现在跑了多少 你进程A 之前到底运行到哪里呢 我不知道的 这个内核的东东 毕竟一个CPU 它只有一套寄存器 如果你是没有进程的情况下 如果你只是直接简单的打断 然后进化运行程序的话 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不知 你没办法重新开启这些评价 你没办法重新正确的开启 而如果你想要记录 之前停下来的位置 之前程序 在列圈中的信息 之前程序里所拥有了支援的话 你如果想要记录这些东西的话 你就必须有个队外来保存 对吧 否则鬼知道程序会执行一个什么样子 而这样我们就推称出了进程这个概念 进程这个概念 它所做的事情 就是把这些东西给拼取出来 放在一个单独的地方 把它们拿出来 放在一个单独的地方 这样子呢 就可以实现说 这些状态 这些在程序的运行过程中的状态 它们有地方可以保存 就是会保存到 COSET Control Ball PCB 进程序控制块的地方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进程与线程之间的区别 进程与线程呢 我们先来看看进程 首先进程的概念是什么 进程是具有一定独立公民的程序的一些运行活动 同时 进程是程序分配到支援的一个拥有者 注意 这个资源 这是一个很重要概念 就是进程 就是一个程序在运行中分配到的资源 它们是属于进程而不是属于现程的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确 这一点同时在后面的assignment 3 期中 也会被考核到 大概会被考核到 assignment 2 或的assignment 3 中 大概会被考核到 除了今年考核的assignment 又换 它每年assignment 会换 它每年assignment 会换 而且 同时你当个计程 它可以内部包含多个纸进及线程 后面的话会有很详细的把它们讲一下 再说线程 线程则是执行任务的一个基本单位 也就是说在CPU上面实际上运行的代码 它们其实是属于一个线程的 同时线程跟进程之间是有一个重属的关系的 同样的其实进程跟进程之间也有重属的关系 但是我们这个再次不知道 暂且不表 那我们说一下进程和线程 它们今天主要区别是在哪 它们这些主要区别就是在于 它们是一种不同的操作系统的支援管理方式 进程它有着独立的地质空间 而在一个进程崩溃之后 如果是在一个保护模式下 它是不会对其他的进程挺有影响的 大家知道什么是地质空间吗? 我们这边先顺便来看一下 这个地质空间就是这样 这个程序它在类型之中 其实是显示这么一个样子 这个程序它是有代码段、数据段、追以及站段的 而我们刚刚讲的 这其实就是一个进程的基本的模型 而线程是什么? 线程只是一个进程中的一个不同的执行路径 每一个线程它有自己的 它有自己的stack 自己的站 以及它自己的一个局部变量 但是线程之间 它是一个线程 它没有单独的完整的地址空间 而如果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一个线程 如果它挂了的话 就会导致很多的问题 但是相当于整个进程都要完蛋 整个进程里它的指线都要完蛋 所以说 多进程的动画 它是相比于多线程程序 更为lubust的 更为健壮 而说起lubust 这个词 I-O-B-O-S-E 就是详细一个方语 它这个方语尽量会比方形成一个lubus 我觉得这个方语是真的方语 我自己觉得这个方语真的方语得像个屎一样lubus lubus lubus是个啥 真就有直接意义 你让lubus 这个理解 因为被人想到一段 被人造为不一样东西 所以我是随着把它叫做健壮性 所以说 但是就是虽然现成它不稳定 但是它有个好处就是在现成 现成与现成之间他们切换的时候 那耗贵资源是相对较小的 而进程与现成之间切换 从耗贵资源比较大 效率也要差一些 像是那些要求独自进行 而同样的像是 进程跟进程之间通信 是比较相对而言是比较麻烦的 所以说对于那些要求既要徒时进行 也要共享变量那些并化的操作 这就只能用现成而不能用进程 那总而言之 一个程序 在预行的时候 它至少有一个进程 而一个进程 一个程序 它至少有一个进程 如果它在预行的话 而一个进程 它至少又包括了一个现成 另外 现成的划分尺度 是小于进程的 这使得那个多现成程序 它的并化性是相对较高的 另外 进程序在执行的过程中 它是有一个完整 而独立的 addressed-based 内存单元 而多个现成 它们之间是共享内存的 从而这就可以大大提高 它的疫情的一个效率 其次 以外 如果我们逐于逻辑的角度上 那样改强的话 这个多现成的意义 就是在一个 单个应用程序中 它是有多个部分 可以同行指示 这样子 单个应用程序 就会应用 就可以使用上 现在的那些 这样对于多核CPU 对吧 现在一提就是 关于concruency 这个并化的编程的话 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大的话题 而且现在的话 一直到现在这个计算机 这个多核 现在计算机 当核计算机 到了一个瓶颈的阶段 这个已经叫瓶颈了 现在当核你搞到 这个5G 主瓶搞到5G 你可能再上去 这上去 你这个花热量 就得拿那个液氮去押了 得用那个液氮去保冷却了 所以说这个多搞 多现成 多进 这个并化开发 其实挺有前途的 欢迎大家去选相关的课程 而如果你是多个现成 它能够开一个故义 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 那是操作系统 但是如果在操作系统的角度上面看的话 操作系统 并不会把这种情况下读得 为了提高效率 而产生了多个现成 看作是多个独立的利用 来实现进程的调度分配 需要分配 就是一个进程跟现成的一个重要区别 总之就是现成它更灵活 在用户的级别 用户的管理能力更大 而进程的话它更强大 它功能更纯 但相对的 它更精力内核 但相对的 它用起来也更笨重一些 好 那这边我们再顺便讲一下 一个程序在内存之中 它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那这个程序呢 首先 这个程序呢 首先 它的前面左边这个部分 我们已经讲过了 需要注意的是 重属于同一个进程的多个线程 它们的代码段 这个code segment 是共享的 它们的数据段 全局变量 肯定也是共享的 不然的话怎么叫全局变量呢 然后它们的 但是不同的线程 它们有不同的stack 它们有这个stack 保存的是每个线程的一个局部的变量 所以说它们的stack是不一样的 而关于这个keep keep这个空间 它们有所分配的那个 动态分配的类球空间 这个动态分配的类球空间 它们可以分配全局的共态 重局的这个动态分配类球空间 它也可以分配给局部 局域变量 那到底一块类球空间 它是属于现成还是属于进程的 就要看它的这个指针 它这个point 指向它的point 到底是在这个global的data segment 是无一段 还是说在这个局部 也就是那个 还是在这个局部变量 也就是在这个stack里面 那这个程序在内存中 到底是怎么跑的呢 当这个程序的自解码被加载到内存之中之后呢 自解码被加载到内存之中之后 然后这个系统就会一行一行的指示下去 那我们怎么知道 就是这样子 就是CPU它的一个机制是这样子的 我们排开它说的那些指令缓充区 或者23G缓存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以后会交 但是是现代全部管它 这个缓存的话 它 总之CPU处理器是这么执行的 把内存中的代码 拉一段 内存中它执行这一行 如果不考虑别的东西的话 不考虑Buffer 这的话 它执行这一行 拉一行代码 加载到计算机的一个 即是加载到CPU中的一个 执行代码里面 放入一个计算器上面去 然后 执行代码 接下来 计算机暂停 执行代码之后 再从 这个代码段里面 取下一行代码 再执行 我说这个描述 它是个很经典的描述 就没有考虑Buffer 为了提高效率的设计 但是 这个会吵着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 执行的过程中 你要怎么知道 你之前取的是哪一行代码 所以说在计算机里面 它会保存一个 叫做Program Comp 也就是PC 的一个指声 表示你现在执行到了 这个线程 当前执行到了哪一个代码 这个PC 它有底层的机制 但是它现在也在内存中 因为 它有在硬件级 是有 计算器中 是有这个 PC的 或者说 是有这个PC的 但是在那个 操作系统的上面 同时在内存中 也是有PC的 毕竟管理进程 它调用的 管理进程 调用的这个 程序 是操作系统 是软件 好 那接下来我们 我们已经讲了 没有没有 我还没讲 我还没讲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 这个不同的例子 我们刚刚讲到 一个进程 它可以有一个线程 或者有多个线程 那哪些样的操作系统 它们到底是怎么实现 这个进程和线程之间的吗 我们需要记住 这里面这些操作系统的例子 但是在以前的时候 以前的系统 它们只允许 单进程 单线程 来进行执行 而这个 这些东西 它是会出盼道题考的 所以大家最好要记一下 就是这个部分 单进程 单线程的东西 以前 他们只有单进程 以前的时代 他们只有单进程 而这种系统 一个最主要的例子 就是这个 MS-DOS 就是DOS系统 MMS-DOS 它的缩写 是Microsoft Data Offerance System 我记得是这个 是一个数据管理系统的缩写 我记不太清楚 但是主要DOS 是什么什么管理系统 那顺带来提 现在的这个DOS系统 它其实也还是存在的 虽然现在已经没人用了 但是它其实 现在作为一个小部分 被集成到了我们的电脑中 也就是这个 也就是这个 也是现在的Windows 自带的这个CMD 这个CMD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Command-Line-DOS System的一个意思 大概一个 运动 运动 接下来说 就是这个 什么样的进程 什么样的系统 是一个单进程 单多线程的一个模型 就是我们这个OS 61 就是我们这个编程 我们这个考试要用这个Lab 这个 学生用的这个操作系统 那多进程 单线程的模型呢 这则是 普通的UNIX系统 以前的UNIX系统 就是这种多进程 单线程的一个模型 而相对的 现正的近代的操作系统 它们都是多进程 多线程的 然后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它这个发展 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那操作系统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计算机技术的一个 硬件技术的一个进步 在以前啊 我们计算机支援没多大 任务硬件也没多强 一个当现成 当进程的操作系统就足够用了 后来 你们发现 这个操作系统稍微多了一点 而且那时因为计算机很昂贵 所以单台计算机要分配给不同的用户 同时执行他们的操作 那时候就是个人电脑还是比较奢侈的 所以说因为这种需求 他们追进了有多进程 多进程 单线程的操作系统 就是以前的NX 再后来计算机 计算力变得更强 并且大家也发现 这种多进程 单线程的 多进程 单线程的操作系统 它自己的效率 估计还是有限 而且现在的话程序员也需要 因为有更多的自由来实现 对多核系统的利用 所以说未来又出一身的这种多进程 多进程的一个程序 所以可以看到 这个操作系统 可以看到这几例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这个技术是感到蛮进步的 而软件的进步 软件的进步 是由硬件的进步 带来的 这点是要导致 所以说这就再来一个 就是这个 怎么说的这种 这种现场也怎么比喻啊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底层产业 这种 这种比较底层的东西 文化就会 规律一些上层的产业 有个发展 就像是这个工业化 就是第一第二产业 这个工业化的进行 才能 如果你不搞工业化 那你这个地乡产业 就是根本没办法搞了 就是进入一个趋空之上 这么搞的话 就是比如说像比特币 这种建议虚无资 全部都均匀炒 炒起来的东西啊 相比之下我大致觉得黄金更有价值 并且现在那些 高洁的那些材料工程 进行那些搞尽量的一个关系 他们黄金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材料 我相信未来黄金 我的未来黄金总是比较看好啊 顺利一些 但是最近肯定会跌 因为美元它会比较跌 然后这个随便扯 解决一个犯的心理 那好 说完了这个进程的基本概念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进程的一些细节 我们首先来看进程是如何创建的 进程的创建 关于进程创建 首先 什么情况下进程会不会创建呢 系统 比方说我们在开机的时候 也就是系统初始化的时候 在开机的时候 这个前后台地底层都会被启动 这个前后台线程也被称作首部线程 就是DEMO 后台线程也被称作首部线程 其实你在运行一个新程序的时候 新的线程也会被创建 另外 如果你用户发出了这个想要 用户对现在的线程发出了请求的话 那创建系统也会给你创建一个新的线程 最后 那你初始化一个批出理系统的时候 这个线程也会被推得到 这个部分 你们别看我词在面倒是PPT的内容 其实这个部分 它虽然不会考 但是它是很重要的内容 是什么内容 就是 一定要进入 因为这个中心 第一步就是操作系统 什么时候 操作系统最早可以什么时候创建进程呢 最早什么时候可以创建进程了 最终好是在系统初始化 快初始化结束的时候 初始化的时候才可以创造进程 也就是说 操作系统的那些很重要 守护性能 控制服务等等 都是在系统初始化的阶段创建的 而在未来 你写文件管理系统 虚拟内容系统的时候 有很多数据结构需要初始化 而它们一定要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 才是初始化 否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莫名其妙的bug 这个bug可不是开玩笑的 这些bug可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这一条 你其他后面的就是同一段 第一条 确定要进入 哎呦我其妈呀 原来这个守护性能 它这个PP系统上也有写 我还以为这个PP系统上是没交 我刚才讲守护性能 还是在我自己的笔记上面 在我自己的笔记上面 作为额外支持领域 我们说完了进程创建之后 我们再来看这个进程的终结 进程的终结它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我们这边要顺带把每一个情况去讲一下 我的号码列码编码编出来 首先正常结束 也就是它进程终结后面两大类 主动Voluntary 以及被动Involuntary 主动退出就是这个进程 他自己退出自己 我退出我自己 而那个Involuntary被动退出 则是这个进程 进程因为外部的干扰 外部输入外部的信息 或者说在它控制范围之内的退出 这不属于它可控的范围之内 它被迫之内 那我们来分别看下这四种退出 以及我要举一些对应的例子 NormalExit是正常退出 这种NormalExit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这样 好 这边这个Ukern 0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NormalExit的一个例子 那L-Exit的例子是什么呢? 也很简单 我们改一个字 这个程序 当你这个程序 跑过1的时候 火把这就代表它 它那个 在程序执行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说你要 比如说1 表示你程序执行出了问题 需要检查 那可以看到 这个NormalExit跟L-Exit 它们的共通之数就是在于 这个程序都有好好的预期完了 对吧 都好好的预期到了该结束的时候 那相对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Bitter Error 致死错误 致命的错误 什么是致命错误呢?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可以看到除0 除0就是一个很显然的 试取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它产生那个 Undefined 一个无限大的一个值 所以说程序就无法 正常运行下去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程序后面代码 除了这个Tool之后 后面代码都没法再执行 这就是一个致死错误 或者说像这样子的 Start Over Ball 则是属于一个致死错误 那另一个呢 则是被其他进程可以终结到 就是你这个进程 就是当前的这个进程 当前的这个进程 当前的这个进程 它也可以被其他进程 给Kill掉 比方说 这个比方说就是 你比如说你跑一个程序 你在CMD里面 跑一个死循环程序 举个例子就是这样子 这个 这个挡不开 就比如说 不挡开 就是比方说你在跑一个程序 你在测试程序的时候 你发现它死循环了 然后你按Ctrl加C 或者Ctrl加Z 把这个进程序给终结掉 而这个时候 就下面你这个 你这段运行的进程 被另一个进程 比如说你打开这个 这个竹端 给Kill掉 这个进程给S 所以说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两个 Eventory 被动的退出 它们都有一个固性 就是 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程序 没有任何可以做的事情 这个程序 是无能为力的 然后它也不能保证 所以说 这么做 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以外怎么出现 支援被彻底占用 出现死属 这两个问题 这都不能保证 所以说 这就是一个正常退出 这个主动退出 跟倍率退出 之间的一个 对比较区别 好 好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进程 在操作系统中 一个具体的实现 像我们在刚刚 上个开始时 我们讲到 这个部分开始时 我们讲到 为了控制 以及撩住 这个进程的进行 操作系统 它为每一个进程 都定义了一个 处理它的支出结构 就是这个PCB 竟然控制快 而且这个PCB 之中 它记录了什么信息呢 它记录了 OS所需要的 用来描述进程 单列状况 以及控制进程 的全部信息 然后 据理第五个东西 它在这个 这张表格中 给你业终出来了 然后这个表格 这张图里 是不用背的 有个相对比较简单 的一个 有个相对稍微简单 一个 未来会给你的 但是 我这边就大致 给你讲一下 就是它这里面 去标注 它这里面 这个PCB大概包括 哪些类 哪些类的东西 哪些类的数据 需要保存在PCB 这样 在你 要自己去写 一个进程管理进程 之后 你就可以有头续 这个东西到底在保存在哪里 那PCB 它到底包括了什么呢 PCB它主要包括 四种不同的东西 第一个 是进程标示符 它用来唯一标注进程 的一个 家族关系 比方说 像是这边的 这个 Process ID Process Group Parent Process 以及 这些东西 这三个东西 都是属于自己的标示符 第二个类 PCB需要保存的 第二类的数据 是处理机的状态 也就是当前 这个 它要保存 当前的CPU状态 方便当进程被换下 或者进程被换下 或者进程被换上的时候 它可以保存 规復 这个进程进程 状态 那它们有哪些呢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Registers CPU的进程器 Program Counter 当前执行到哪 Program Stasis Work 这也是当前进程的状态 然后像是其他的这个 Scheduled Parenthood 然后 Time when Process Start CPU Time 然后 这些东西 然后其他 还有就是这个进程的调度 它们也是被保存在PV中的 比方说像是进程的状态 然后 等待的时间 然后 使用CPU的时间 这一系列的时间进程 最后 还有 像是这个 进程的一些控制信息 比方说 这个Curing Stack Point 然后 像是这个Memory 而之类的 Memory相关于大位 还有这些Files Resources 这些都是进程控制信息的 还有像是这个 对应指针 这也是 所以说 虽然这个表格比较红 但是大家可以用 大家如果把它分成四大类来计 的话 这个进程标识符 以处理知状态 然后进程叫做信息 进程控制 大家如果分成四大类来理解的话 那这还是比较稍微简单一点的 好 那么 我们在了解完这个进程的 基本概念之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电脑中 到底有多少个进程存在 大家可以按这个Ctrl 加持IoT 加上比例 打开我们的任务管理器 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电脑中 它进程基础中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 这个前台线进程 以及后台进程在运缓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我电脑里面现在有100多个 一两百个进程在同时运行 但是你要想 这个这么多运行进程 都在同时运行 但是现在 你知道线程最多的机器 线程最多的机器是什么呢 现在线程最多的机器 如果不算这些超级机器的话 单台机器 它线程最多的话 单台机器 它线程最多的话 是那个 装备 双CPU 双消毒CPU 双AMP消毒CPU 一个核心 它加起来 一共有256核 一共512核 线程 家用机器的情况还好 当然 但是我问 它这个 这种核心器 它的核数很足了 但是现在 除了线程式列者 他们一般也都有 64核心 诶 有没有 256核 有没有 256核 是64核 我现在记错了 满满是120核 没错是120核 然后 现在我们这个加动机 如果我们不考虑 线程式列者 这种 60多核 128个进程 这种 怪物的话 那大部分加动机 现在主流 都是6核 8核 对吧 就是 英特尔的 9400F 9400F 或者说 它后面的那一系列 9700K 9600K AMD 主流 多长 9600 380 它们都只有8核 6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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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核 8核 16核 6核 12核 可以看到 这个CPU的核 哪怕数量上超进程 哪怕放到超线程 也是远远小于 正常加运机 超线程数量 它也是远远小于 我们这个实际在计算机 工程过程中 要运行的列行数量 那 那这样的话 我们要如何让 这5个小线 这5个进程 平常的讨论 我们有不同的做法 我们在实际过程中 我们的做法是 这个 是这个 十分多路复动的做法 还是跟这个 网络中的这个 十分多路复动的做法很相差 它意思呢 就是轮轮使用 就是这个时间 这个线程 这个进程 这个进程跑一会儿 OK 操作系统 这个 陶子许说 你跑完了 你给暂停了 接下来由下一个进程 下一位选手开始跑 然后下一个进程 再跑一会儿 操作系统 我说 好 你可以停 你远远走了 再下一个进程 就这样 周末夫只能移民下去 但是 这个电脑 在我面前 不会出现卡住的情况 他看来 预期还是比较美 当然我的电脑还是比较美 毕竟它只是一个 双核四线程 最高位屏 才3.1Hz 3.1GHz 但是 这里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你到底 好 时光动路不用很简单 这个 但问题是 你到底要 让一个线程 跑多久 我们用户才觉得 比较流畅 什么时候换 什么时候允许你换 恐怖之处 所以这就需要 我们各种规案 的关于这个 进程过来切换 的一个控制机制 OK 那我们这边来看一看 这个 进程有哪些不同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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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主要有三种状态 Ready, Running and Block 就是它三种主要状态 而这三种进程的状态 在现代操作系统中 在现代操作系统中 因为现代这个程序语言 或者操作系统中 它这个状态 是比较多的 比方说 万一block 它就有一种 因为资源的block 以及因为时间的block 所以现在操作系统 可没那么简单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 减换来看的话 它就是三种状态 Ready, Running and Block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种状态 它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 Ready 首先Running 就是这个进程 现在就在CPU上面 正常执行 Ready 就是这个进程 这个进程 它现在没有在执行 但是它已经准备好 它随时可以开始执行 是这个准备的 但是它没有执行 那block 就是这个进程 现在因为某组原因 某组支援的关系 它暂时无法执行 这是block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进程 与进程之间 它们的转化 进程与进程之间 它们有哪些 状态之间 它们有哪些 转化方式呢 首先进程是可以 从Running的状态 转化到block的状态 它就是什么时候转化 就是它在等 等待某个支援 或者等待Io的输入 或者等待外部 给你一个信号 这些情况下 它们都会有可能 或者说Join 这些情况下 都会有可能 写单线进程 转化到block的状态 比如说 举个例子的话 就是 你在写 那个 你在写 网络编程之后 你可能要 从一个socket 里面 读一个 读消息 读消息的话 这时你读的话 如果没读到 这个进程就会被block 等待它那个网络关口 它收到新的消息 并且它会告诉你 这个进程 我现在收到消息 你可以开始讨论 那什么情况下 可以从block的状态 转到Ready的状态 当然这个进程 在block的状态中 如果它获得了支援的话 那它就会被转移成 Ready的状态 就是它获得了等待的支援 需要注意的是 在block的状态中 如果它获得了支援的话 它并不会马上 会移换到running 而是会被进入到ready的状态 所以这个需要注意 而ready到running 则是进程 获得到CPU 分配给它的使用片 就是CPU调度 CPU调度 CPU调度 之后 它就会进行运行状态 最后running到ready 则是计算 这个进程 运套进了CPU 分配给它的使用片 或者它也可以 主动汇出 EAR 出代理解就是 Join跟EAR 的什么意思 就是Join 这个函数 意思是当前进程 等待被它Join的进程 进行完毕 等待被Join的进程 退出之后 当前进程才会继续跑出去 而EAR 则是主动让出当前进程 所拥有的时间去见 你希望其他进程 可以接过谁的店 但是这个EAR 它是一个 它 它并不会把当前的线程 给block住 相反的 它只是把当前的线程 除了running 转换你的Ready Join 这个EAR 被自己扣到EAR EAR的函数 EAR的进程 它是有机会 可以马上再被 这个Schedule的调度器选住 从而继续运行的 然后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就是这个Block的结构 就是 关于你要怎么Block 一个进程 这个做法是这样子的 一个程序 Block的某个进程之后 如果这个进程 它因为某个支援 Block 那么它则会把 这个金钱本身 放入到这个支援的 一个Block Queue之中 放入到这个Block Queue之中 放入到这个Block Queue之中 从而 它就会被锁起来那边 我暂时就没得跑了 这个好处的是 如果你只用一个 全局的Block Queue的话 那么 你这就会导致 如果你 这个如果你 某一个新的支援 被考用的话 那 想要找到 需求这个支援的 那个进程 是很麻烦的 这会导致 就让这些效率增加 效率增加 所以实际情况下 是这么多 就是每一个被等待的支援 每一个被等待的事件 它都有属于它自己的 一个独有的Block Queue 这样子 当支援可用 事件发生的时候 然后从Block Queue里 都取出一个被Block制成 并且把支援分配给它 放入到Block Queue里 等它运行就可以了 所以那一提一般来 嗯 好 那最后我们来看 就是 这个 进程与线程之间 它们这个 拥有了登记的一个区别 像是我们在前面这边 讲到一个 一个进程 它具体会有 会后的哪些支援 它的PCB 会进入哪些东西 这个是不用想一提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进程跟线程之间 它们拥有哪些区别呢 再来看进程 每个进程都有一个东西有 地址空间 全局变量 打开的文件 指进程 然后 这个 主告 这些信息 这个signal 这些相关信息 以及一些统计的信息 它们这些都是在每个进程之间 每个进程都有 而每个线程拥有的东西 这是 Program Countdown 程序支撑 寄存器 Stack 以及当前进程中的一个状态 当前线程的状态 那这个东西要怎么记忆呢 我建议大家的一个记忆方式是 要记住就是 现成 现成是执行的一个最小单位 所以说 现成它的东西 它必须要 拥有能够满足程序 运行的所有的必要的要素 那哪些要素是一个程序 执行所必要的呢 Program Countdown 对吧 不然的话它就不知道 运行到哪了 巨人器也有吧 不然就违法保存当成的状态了 那Stack也有吧 这个Stack 如果这个记忆 它里面都是每个进程才一个 这个我们都知道的 还有就是这个进程的State 但是这个State 当然这个进程上 到底是Block呢 还是说 怎么样 还是说Ready呢 因为你既然要知道 既然 这个Block啊 这种多现成的东西 都是属于多现成的 那么这个管理 当前现成的State 肯定也是每个进程 对吧 就是我昨天的一个序法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张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 现成的模型 现成的模型 这个现成的模型 在未来还会保护的看到很多次 我们这边大概讲一下 这个具体的现成模型 它其实是 仔细的讲的话 它其实是 它其实不会在这台Lecture里面交到 它其实是会在Extended Lecture里面 会细细讲 每一种的问题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现成模型 首先 大部区间代表进程 一个进程之中 有多个小的现成 还有这个一条曲线来表示 而现成之中 每个现成都有自己 所对应的一个State 里面保存了全具变量 而里面保存了局部变量 而全具变量 则是保存在现成 保存在进程的数据段之中 它是不同现成的 共享的一个支援 一样的代码段也是共享的 但是代码段是不容易修改 而数据段则允许修改 而数据段则允许修改 所以说代码段 数据段以及堆段 都是进程类的 还有就是每个State 每个进程 每个现成都只有一个组织的State 而这个现成 我们这边 这个现成模型 我们只划出了它的User Space 的部分 我们还没有考虑它到底是怎么跟坑的 交互 这个部分我们后面会觉得 最后 我们来准备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用线程 相比于进程而言 这个线程它要使用的支援 是更少的 并且它也允许 在进程与进程之间 可以方便的共享支援 然后第二点 就是相比于 使用单进程 单进程 我问你来说 这个多线程的程序 它的效率保持的表现是更好的 这样的话 就是因为当block的时候 这个线程被block 然后其他的被block的线程 就是当一个线程 当监管的线程 它需要某些远程的block的时候 这个Scheduler 就是调读器 可以把别的线程画上去考 这样子就不用啥等的 那你们可能会说 就是这个多进程 它也可以以造成效果 你想啊 就是每一个进程 都至少一个线程 多进程 单线程 它其实也是有多个线程 对吧 这也是多次每个好处 相比 这个线程 是可以用下 这个CPU的一个 多核的计算力 以及多核的超线程 的超线程 然后这边我想说明 就是这个条件 是在原来老师的CPU里面 能用下 但是 我其实觉得它这个 写得不好 屁你讲 这个计算机 它是先有多进程 多进程 然后再有多核的CPU 你说这个进程 它的好处 是可以用下 77月多核算力 超线能进程 这就搞掉 好像说 你接展的好像比 是跌着很像蛾子 对吧 所以这个逻辑关系 是有点奇怪的 好 那现在我们就已经讲完了 这个进程与线程 一个介绍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主题 进程与线程 它们之间一个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这个区别 让大家仔细地想一想 这个东西 它没有被 没有被 就是在任何地方 被单独的列出来 但是 它其实这个体系 要概念 在考试的过程中 可能会逃 选择题 可能会逃到 然后第五进程 这三个基本段来是什么 它们今天转换操作是什么 虽然这个体系的答案 明显也广乍翻几页 就能看到 就是这个注意 最好在第二个 自己把自己 自己把自己完全写出来 因为这次的各种进程 都会很变得被考虑 也有点 在一台同时只能跑 一个线程的电脑上 存在有五个进程 那么 最多可以有多少个进程 同时处于这个Ready Queue 中呢 假设这五个进程之中 有一个是细跑进程 它的代码是Wild True 就是不断跑 什么都做 那么最多可以有多少个进程 在Blog呢 大家可以往前面看一下 就是这个Blog In Queue 这个结构啊 大家可以认识想一下 这个屏幕还是用意识的 这个屏幕还是用意识的 OK 那我们 我去试个 我先去洗手间 别的游泳机 等我很快 我们继续再讲 等我唱完洗手间 我们再继续讲 这个 应该最后一个内容 就是对话语 同步的文化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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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子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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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